八九的刘云宁和他的小矮人粉丝 有朋友说摸手是吧 摸手说摸粉丝的手 我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吧 那个人就是因为咱家很多朋友 我想说咱家很多小矮人 我在来跟咱们粉丝聊一下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小矮人 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小矮人 这种的 那很多朋友都小矮人 当然不是说很多朋友小矮人 在我眼里其实都因为我比较高嘛 我就大傻哥的比较高 一八九穿上鞋一米九多了 所以呢就在看咱们家这朋友觉得 都很矮 在咱家朋友拿电话 一般正常是拿电话拍东西这样拍 但是我是在这儿这个位置的 所以他一般这么拍 全部拍我下巴 全部拍我下巴 就是这种梦 从下巴上拍 你人拍 你现在打开你的手机 开启你的前身摄像头 从下巴上拍 你会看到另一个自己 你看到就是这个下巴 鼻孔 对于这个感觉 懂吗 所以我那个时候 咱家那个粉丝怎么回事 他拿着我的手 拿他手机跟咱家人视频 当时在现场他就做这个视频 说你看宁克在这宁克给你视频呢 他就在下面拍了我 我当时一看 这家粉丝呢 我就把他胳膊 抓到他胳膊 我说你举高一点 你这个小偷拍我 他脱粉了 这是我原话 我说你举高点 以后所以咱家朋友在机场 如果拍我 你把手举起来这么拍 好不好 举过你的头顶这么拍 你别从你的脸片往上拍 那不完了吗 所以我抓到手 我说你要拍我只举高点 要不这个人给我视频脱粉了 但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前两天我就问 因为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 看到这个我抓银手搏 那个视频 然后我就问我 问我一个在这个圈里的一个朋友 我就说 我说那个 我说你看这个 我被粉丝接触了 我抓银粉丝 手搏的 这个事会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的粉丝看完会不会不开心 因为我很在意你们的想法 我就会问圈里的人吗 我说 我说你看我手抓人粉丝的手搏的 那个什么 那个粉丝会不会不开心 我那个艺人朋友问我说 绝对不会 他们认为这是菠色显灵了 这是真正的菠色显灵 我什么意思 因为这些人也希望 同样你也去抓他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爱豆真的是贴切 他们来抓我的手 好希望下次也抓我的 是吧 吵一笑 我说的话 你们就信20%就行 我说的话 你们听了 当笑话听就行 其实不是我本意 因为我本意 不可能就抓你们手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其实 因为我想说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追星也好 喜欢我们摩托兄弟也好 不是你喜欢知识宁哥 为我做任何事也好 都希望你是开心的 我一直在说 一直是开心的 我的原创作曲 你们听一下 准备好了 一遍就学会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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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人 发布